各位夜街仙星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電腦工會 我叫蒲惠謙 那今天呢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智慧辨識服務推動計畫 那上面這個主辦單位其實是寫錯了 其實是我們是經濟部商業師的計畫 那所謂商業師的計畫 我們主要推動的對象就是 商業服務業的發展 所以可能跟大家之前所catch到的一些 就是推動工業啦 傳統技術的發展有點不一樣 所以大家請轉換一下角度 現在是針對商業服務的部分 我們來進行這個計畫說明 那我們這個計畫呢 其實是為期四年 今年已經到第二年了 但是我們這個計畫 其實裡面有很多工作項目 但是我今天特別講的是說 跟各位業界先進有關的是 我們的這個計畫有補助款給廠商 那廠商可以來進行提案 那今年是第二年 所以明後年還有兩年 大家都是可以來提案 所以我今天就只針對提案的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說明就好了 好 那不免我還是要先講一下 為什麼商業師要推動這個 智慧辨識服務推動計畫呢 那最主要是因為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都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所以其實智慧型的行動載具 已經是非常的普及了 那另外就是雲端服務的興起 那智慧辨識技術的成熟 那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辨識技術是不是RFID 那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們是廣稱辨識技術 那RFID只是辨識技術的其中一種 那像我們今年很多廠商 那都是以QR Code啦 或是說體感辨識 圖像辨識 來做這個樣子的 來做商業的服務 所以大家不要 就是Focus在RFID 因為RFID成本比較高 所以如果要做的話 其實是稍微比較不容易一些些 但是還是有的 那最後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都會透過 這些聯網家行動的應用呢 那商業服務業 都也是看到這樣的趨勢 所以也發展了很多APP 那商業服務業呢 它就會透過這樣子的技術呢 來做一些像是即時啦 客製化行動主動的一些資訊的提供 那其實現在消費者也很聰明 在人手一機的時代 那大家都透過聯網的 聯網的那個方法 然後都會獲得到一些 廠商的優惠訊息啦 或是說口碑啦 評價 評價啦 比價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所以其實呢 我們就是因為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所以發展了這個智慧辨識服務的 推動計劃 好 那智慧辨識服務的一個精神呢 服務的情境呢 我現在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後面我會舉兩個案例 來跟大家說明 那這個情境最重要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有感知辨識的應用 這感知辨識的應用 就是指辨識技術加上行動載具 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第二個部分 你一定要有通訊聯網 因為你要有通訊聯網 你才能提供即時的訊息 第三個部分呢 雲端運算 那雲端運算 我們這邊是一個比較廣泛的稱法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聽得懂 那其實雲端運算部分 其實最主要是說 廠商的一些訊息呢 他透過聯網技術到這個地方 譬如說是透過CRM 或是說LBS這樣子的資訊 他可以透過後端的資料庫 其實這就是指後端資料庫 可以把訊息提供給消費者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利用感知辨識的應用 雲端運算與通訊聯網 那讓商業服務業結合這三個元素 把智慧辨識的服務 推動到商業服務業裡面來 提供消費者 提供消費者即時克制的服務 然後讓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獲得 獲得商業服務業提供的服務 那我來舉兩個例子 好 第一個案例呢 是我們今年受輔導廠商的案例 第一個是好樂迪KTV 他今年有來提案 那其實好樂迪他鎖定的課程 跟潛規不一樣 他鎖定的都是20到40歲的學生族群 所以他們的消費額是比較低的 但是他會針對年輕人 衝動消費的行為 來設計這個服務流程 那好樂迪的部分呢 他其實今年透過了QR Code 還有體感辨識來服務 來唱歌的人 那一開始呢 那好樂迪呢 我先講一下 我們今年很多廠商都會做APP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那是不是來提這個專案一定要有APP 我可以說其實是會一定要的 但是他這個APP會是你服務流程中的 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你一定要有 不然其實顧客他並不知道說你的服務從哪裡提供 所以很多廠商都會做一個APP 那待會 我今天覺得這個好樂迪跟單體的例子也不例外喔 那好樂迪他也自己開發了一個APP 那你只要透過這APP 註冊成為會員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手機去訂位 那訂完位之後呢 你就會取得一個報到的QR Code 那QR Code拿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著手機到好樂迪去進行櫃台的報到 大家可能覺得啊這樣有什麼了不起嗎 好像很簡單嘛 那可是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其實好樂迪 相信大家有唱歌的經驗的話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去報到之後都還要再等包廂 有時候一等就是兩三個小時 那這個空檔期間呢好樂迪就覺得說既然客人都已經來到這裡了 我就不能放棄這個空檔 他們就是在好樂迪的大廳 目前他們示範兩個點 一個是重陽店一個是管錢店 他示範兩個點 他就是在這個大廳裡面放上一個很大的42吋螢幕 結合connect的體感辨識 那你大廳在等待的人他可以透過體感辨識 那他可以先拿他剛剛的掃描過的代表自己身份的QR Code 去掃描 掃描這個體感部分 那體感部分就會辨識你這個人是誰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體感的這個機器上 我先做預先的點割 或是說呢我可以在他大廳提供的這個體感設備上去做 3C產品一些熱門產品的採購 因為像是好樂迪他這次就有預售iPhone5 所以一下子就賣完了 大家就會直接在這個體感上就直接去操作這樣子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說那我怎麼結帳 他不是直接在這個大眾的螢幕上去結帳 你最後結帳的時候你還是要拿起你剛剛手機上的QR Code 去做掃描 掃描過後他就會把你買的東西送到你的手機裡 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做網路的結帳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考量到隱私的部分 那最後呢你在進到包廂唱歌的時候呢 我們會常常說常常會遇到說要熱門的歌曲我可能歌單 歌本一下子找不到因為厚厚一本嘛 那他們現在就是開發就是用一個QR Code點歌 他們會定期的更新這個歌單 只要是新的歌他都是讓放在桌上大家可以用QR Code去點歌 所以你每個人只要有手機進去的話 你只要你就可以拿這個手機去做這個點歌的動作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翻找 或是說你在唱歌的時候有很多賣霸 那你可能沒有機會搶到麥克風 又在那裡只是當分母而已 所以他們就也是開發出一個 也不能說開發設計一個就是在包廂內用QR Code購物的流程 所以其實好樂迪他很聰明的就是在大家很閒置的時候呢 搶工你的那個荷包材 所以其實好樂迪他其實這次是用QR Code跟體感辨識 來串聯他們這樣整套的服務 好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單體咖啡 那單體咖啡呢他今年他其實最想解決的問題 他未來提案是最想解決的問題 是因為每次要大家如果有去單體咖啡吃東西的話 會發現說其實點餐時間都非常的久 就排隊要排很久特別是午餐的時候 因為有可能前面一個小姐點餐的時候說 我要這個套餐那我飯可以換麵嗎 那我咖啡可不可以升級 那我咖啡要去冰還是不去冰 那我什麼東西要換一換去的 那可能平均一個人點餐就要花到一分鐘 那如果後面有10個人排隊 最後一個就要等10分鐘以上 所以其實單體咖啡發現這樣子的問題 會造成他顧客的流失率很高 所以呢他就是設計了一個這個電子e卡APP的部分 因為單體他本身就有做電子的儲值卡 那他把這個儲值卡呢直接幫抖到他的這個手機裡面 所以單體開發一個APP 那你註冊這個APP會員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在線上刷信用卡 然後做會員的會員那個點數的儲值 那這個點數你就可以拿去買他的餐點 好那既然你註冊好了之後 你也有儲值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點餐 你就可以打開他的APP去點說你今天要吃什麼 那因為像很多點餐的APP 他都會限定說你只能某幾個set 因為方便他們管理 但是其實單體在這部分有做到一些些的客製化服務 譬如說我咖啡要去冰啊掃冰啊 或是說我飲料我要半糖無糖 這些他都可以做客製化的服務 所以其實他在系統設計上是還蠻貼心的 那你點完餐之後呢 他就會你就會在手機上取得一個你點餐資訊的QR Code 那之後你就帶來這個QR Code 直接到單體的門市 單體門市現在會有一個快速的結帳櫃台 那你只要到這個結帳櫃台去掃描之後 他就會直接幫你送單 那你就不需要在那裡大排長龍 就可以直接刷完這個QR Code 扣款了我就找了位置坐下 所以可以解決他 解決他就是顧客大排長龍這樣的問題 然後這是今年單體的一個應用喔 好那這邊我還要講解一下我們 今年度的一個 輔導的 提案的流程喔 不過我們還是以 一切還是要以就是明年度公告的內容為主 我現在現在講的這些 提案的內容都是針對今年的部分來跟大家說明 但是其實提案的一些精神跟目的 是不會變的 那我們這邊提案部分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一定要寫計畫書嘛 我們會先經過資格審 出審 副審這樣子的 的一個行程 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那之後呢 如果你有很幸運的如果你提案通過了 那我們 我們執行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其中審查 那其中審查做完之後 我們會再進行會計的審查 那會計審查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 合撥第一期的補助款 那這補助款補助的原則是說 我們是依照你總經費動支的比率 然後來合撥你補助款的40% 那因為像有些提案的 內容都需要有預付還款保證啊 或是說要 他是先補助你 然後再你拿單據去核銷的 所以其實有點不一樣的 我們是說你用多少就合掉 合你多少 其中撥40 其末撥60 所以是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露一張 有一張提案資格的部分喔 我想提案資格的部分也不用多說 就是還是以公司法設立的公司 那就是過去沒有不良的紀錄 都可以來提案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那我提案到底可以拿到多少錢呢 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今年的提案內容 是有分三個不同的scope 有大中小scope 那補助款從100萬到700萬不等 所以要看你提案的大小範圍是多少 我們會給你相對應的補助款 但是我們這個專案呢 其實是需要 你一定要有幾個重要的元素 一個就是你一定要有實體的消費點 就是你一定要有實體的店家 提供這個服務 另外呢你一定要有帶動消費跟帶動消費人次 那這樣子我們才代表說 你這個服務是 消費者會接受的 而且是可以增加營收的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計畫很重要的 一個評量的指標 好 那我這邊提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專案 在提案的時候注意的一些方向 因為這是我們兩年下來看的一些專案 跟審查委的一些意見 那我這邊也提供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部分是大家在設計這個智慧辨識服務的時候 要考慮一下 就是現行法令跟技術的成熟度 因為像很多人都想要做小的支付 就做NFC 就是那個非接觸式的一個付款 但是目前似乎是沒有這樣 目前是沒有人這樣子做 因為他最主要是因為金管會 他審查是比較嚴格的 那所以目前是沒有業者投入這一塊 所以如果假設大家提案要做這一塊 可能要去考量一下 目前的那個法規環境是不是容許的 因為我們也不能補助就是非法的 非法的服務 好 第二個部分呢 第二個跟第三其實很類似 就是合理性跟必要性 那很多廠商他來提案說都是 為了智慧辨識而辨識 那有些根本就是不需要的 所以大家要去想一下說 到底我為什麼這個服務 我一定要加入辨識的技術 而不是只是為了辨識而辨識 那第四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帶動消費金額 所以就是你這個服務要怎麼獲利 那分潤機制是什麼 因為有些廠商他可能會帶動 下游很多的廠商 那你怎麼跟這些廠商做分潤 那怎麼樣營收會是一個這個計畫 很重要的一個點 然後接下來第五個就是 一樣是要能帶動消費 而不是只是企業的一個 內部一化流程而已 因為很多人都會誤會說 那我可以用這個辨識技術來辨識 我貨品有沒有進來啊 我可以查帳啊什麼的 可是我們要的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的不是企業內部的 一化流程 我們要的是你可以把這個服務 提供給消費者 在座都是消費者 所以角色有點不一樣 好那第二個部分是 服務流程以消費者角度設計 而非資訊有角度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廠商 來提案的時候呢 大部分啊像我們剛剛 單體跟豪樂迪 他們一定是 雖然他們是商業服務業 但是他們資訊能力 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一定會找一個 委外資訊廠商來結合 但是委外資訊廠商 大家都知道資訊人跟做生意的人 他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來提案的時候呢就是 在這個服務流程上 一定要以商業的 商業做生意的人的思維來講 而不是以資訊流的角度來講 就是在審查的時候可以把這些委員 當作是一般的消費者來教育 而不是把他當作很專業的 很專業的那種系統資訊管理大師來講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大家要釐清楚這個角度 好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 你在設計這個建議 大家在設計資訊面試服務的時候 一些思考角度啊 第一個就是與消費者相關公司流程 其實就是說你公司的痛點在哪裡 這個痛點是跟消費者有關的 就像剛剛我舉到的單體 單體他就是為了排隊太久 這是他的痛處 他解決這個痛處 其實消費者他就可以很快的去獲得餐點 也許有消費者覺得我等10分鐘我無所謂 對 但是其實對於單體來講 他可能覺得他這樣營業也會下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是服務流程改變新增 那可以讓你增加營收 就剛剛舉的那個豪樂迪的案子是一樣的 因為他可以透過空檔時間賺更多的錢 那最後就是消費者的新增 就是可能消費者覺得 我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那我們就是 商業服務業就可以依照這個角度去做設計 那以上是我們這兩年來一些累積下來的經驗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來提案的話呢 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是我們計畫辦公室的聯絡方式 好 以上謝謝 謝謝